我們跟著你學會了很多東西 一點都沒有吃虧過 李創和賈魯曼也都連亡 是啊是啊 好 心意在酒中 我們乾杯 接下來 我們大家的氣氛就很融合 我暗瓦底打了個顏色給李創 叫他多點向賈魯曼敬酒 然後又說些東西 瞭假魯曼無論如何都要多點和影子喝幾杯 這個假魯曼說起喝酒的確也是個爽快人 他來者不拒 喝完一杯又一杯 眾途居然還叫著要敬我 我唯有是也都陪著他喝幾杯 他和魯曼實在是太過相似 要不然他那種帶著一些邪氣的眼神 我差點都分不清他們兩個 這頓飯我們大概吃了兩個多小時 在結束的時候 賈魯曼已經醉到不省人事 影子就好像沒事一樣 反而是李創 喝到臉都紅了 不過他還算是清醒的 今晚他的確喝了不少 可以堆壞了這個假魯曼 大多數都是他的功勞 我們夾手夾腳 把這個假魯曼抬上車之後 影子就從駕駛位那邊 轉過來問我 現在怎麼辦 去魯曼那裡 好 當我們來到魯曼他們住的地方的時候 看到魯曼正坐在陽台那裡數星星 他看到我們進來就好像是看到救星一樣 豬哥啊 秒總算都來了 我就來悶到秋間了 你看看 我現在悶到要數星星啊 就你這樣的智商 還數星星? 我笑著這樣 望著一眼陪在他身邊的顧熊 就說 數星星的粗重事 等顧熊來做吧 你數月亮就可以了 顧熊就嘻嘻地在這裡笑了 魯曼顯然就沒有搞清楚究竟是甚麼回事 他就說 月亮只有一個 還怎麼數啊 這一下 我們全部人都笑了 很快 魯曼就看到李草山入邊拿著那個人 他快手快腳地走過來 一下子抓住那個人就丟到梳化那裡 咦 這個就是我那個替身啊 我們就這樣看頭了 魯曼就好像在這裡欣賞一件藝術品一樣 他一邊輕輕地撫摸著假魯曼身上的零件 一邊就說 真是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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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我的翻版啊 你不要摸了 他就是用你的DNA黑龍出來的 除了思維之外 各樣東西都是跟你一樣的 甚至還包括一些性格和習慣啊 理論上來說呢 你們兩個都算是兩兄弟啊 魯曼聽我這麼說 當堂惡曬 他沉默了一陣子就說 那我們要怎樣處置他啊 我看一看影子 他就黎側了頭 而顧紅的面上也有些悲哀的表情 反而是李闖開口說 我覺得留下他也是個禍話來的 不過說殺了他了 我都下不了手啊 他說完之後就攤開雙手 表示他很無奈 我又試望望李兄 李兄就說 不要問我啊 我下不了手啊 我最近日日對著這個肥佬已經有了感情了 就算我明知道他是假的也好啊 唉 我看見他們一個二個都這樣 忍不住就笑了 看來我之前的想法是對的 這個時候 賈魯曼被我們吵醒了 他迷迷猛猛地半瞇著眼就問 呃 這裡是哪裡啊 然後他的視線從大家身上飄過 當他見到魯曼的時候 一下子都整個人醒了 他就好像蓄電一樣 整個人崩到硬了 他當堂走耳全無 額頭上邊飄滿了冷汗 他很驚聲地說 你 你們想做什麼啊 魯曼把自己的臉 吐到賈魯曼面前就說了 應該是我問你啊 你想做什麼啊 賈魯曼就說了 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然後他還站起來 拔著我說 卓哥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我笑著拍拍他的肩膀 把他壓回到沙發那裡 我跟魯曼說 你們都坐下啦 等我來跟他聊聊 在大家都坐下之後 我也坐在假魯曼旁裡 他身上那些武器在影子扶他上車的時候 就已經全部收繳了 況且我也相信 他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我有什麼不利 畢竟 現在對於他來說 能夠保住條命才是第一位 他應該很清楚 我現在是要跟他談條件了 我吐了一支煙遞給他 然後自己也點了一支 我應該怎麼叫你好呢 我想為了區別魯曼 不如我就叫你小曼吧 話說你遲過他來到這個世界的 他看著我的眼神很複雜 他就問吧 你們早就知道我是假的了 我點了下頭就說 在你出現之前 我們就已經找到魯曼了 他掌握著煙的那隻手 有點手震震地說 那為什麼現在才來揭穿我 你說呢 你們想利用我 真正在利用你的人 不是我們 而且你的出現 本身就是為了拿來被人利用的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你對我們有多大的利用價值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對付你的話 那今天根本也不用這麼麻煩 將你帶到這裡 說到這裡 我轉頭和魯曼說 喂 諸葛都來了這麼久了 一口茶都沒有 你的為人處事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差的 都未等魯曼反應得過來 孤雄就已經連亡站起來去沖茶了 他幫賈魯曼也倒了一杯 賈魯曼的表情 即時就變得很複雜了 他就說 說吧 你們準備將我點嗎 你走吧 我們不會對你點的 啊 真是放我走 是啊 真是放你走啊 現在就走得了 於是乎 他就站起來 向著門口走過去 魯曼想攔住他 但是就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當賈魯曼來到房門口 伸手準備開門的時候 動作忽然定住了 過了好一陣間 他才慢慢轉身 重新在我身邊坐下來 他就說 你是不是知道 我回去的話 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啊 嗯 我知道啊 那你還讓我走 唉 你不走的話 還可以怎樣呢 我們可以放了你 已經仁至義盡了 因為從情感上來講 我們每個人都不忍心殺了你 他就倒下了頭 神情暗淡 現在 屋裡頭靜嬰嬰 沒有人說話 我又試點了一枝煙 然後拿起杯茶 慢慢地喝 我知道 現在他的心裡是很亂的 他的生命來到這個世界 是一個偶然 也是一個錯誤 但是他也跟所有人一樣 有著求生的本能和慾望 我是在這裡賭啊 賭他為了生存 而會將他知道的一切 作為交換的條件 他幫我們完成使命 而我們 就保證他的安全 保住他的命 過了很久之後 他才開口說 如果我願意和你們合作 你們可不可以讓我留下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一百七十九集 我轉眼看一看老曼 說在面前這個人 和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或者就會影響到他今後的生活 老曼見我看著他 他就有點不太自然地說 看著我做什麼 你決定吧 我又看著其他人 他們個個都沒有說話 誰都不願意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樣做究竟是對還是錯 我跟賈魯曼說 我們可以留下你 我也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你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就必須和我們合作 之後徹底地把他們解決了 你才能夠獲得新生 他聽我這樣說 就像雞竿米一樣在頭 老曼向著他扭扭手就說 你過來 賈魯曼看了我一眼 我就微笑著地試他過去 他這樣才站起來 驚驚青青地走到老曼面前 老曼看著他就說 你需要留下都可以 但是怎麼都要表現一些誠意 可能是出於對魯曼的恐懼 假魯曼有些聲陣陣地說 什麼誠意 你說呢 我…我把我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告訴你 還不夠 那…那你想我怎麼辦呢 老曼指著我就說 你不僅要把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說出來 還要聽諸哥的安排 他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知道嗎 假老曼又像雞竿米一樣的額頭 我就說 那現在開始 我們就叫你小曼了 不然的話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稱呼我 小曼好…小曼好…就叫小曼呢 然後他又看著老曼 公公敬敬地叫了一聲大哥 老曼就這麼尷尬了 他老命呢…誰是你大哥呀 照計來說 他這樣叫的確都沒錯 老曼就嘟到嘴裡長一長 好鬼不情願的樣子 我又叫了一聲 小曼 你過來 小曼認了一聲 連王又跑到我身邊坐好 拿起茶機上面那包煙 又派了一圈 而且還含出個打火機幫我點煙 我就說 那你現在可以說些東西給我們知道嗎 我不知道怎麼說好 老曼即時滾到眼睛大一大 嚇了他一跳 我…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不如…不如你們問吧 我伸手制止了老曼 然後就說 那行了 我問 你回答 小曼就點了下頭 我吸了一口煙 想了一下就問 你是從什麼地方獲得指令 又是怎樣把情報傳遞出去的 負責跟我聯繫那個 是個日本人來的 叫做村上俊 村上俊? 嗯? 我不停地重複著這個名字 怎麼覺得 好像在哪裡聽過 這個時候 影子就搭一口來說 之前酒吧那個沙尼曾經提到過 是跟方小方一起去酒吧喝酒的那兩個日本人裡面其中一個 喔 是呀 我記得了 那小曼 你是怎麼跟他聯繫的? 平時是不用聯繫的 如果有什麼消息的話 我只是要把消息傳遞出去就可以了 我是把消息寫在錢上面 然後去酒店外邊那間雜貨店買包煙 那些消息就傳出去了 難怪那間雜貨店每天都開到這麼晚了 那他們也是通過那間雜貨店來向你發指令嗎? 不是呀 是另一條線 蛤? 我真的有點詫異 看來他們對我們也是很小心很謹慎 對於小曼的信息輸入和輸出 居然要用到兩條線 小曼又繼續說 是啊 消息是由雜貨店負責送出去的 而指令就是由酒店外邊那個老乞衣 老乞衣? 我看了影子一眼 影子搖搖頭說 我沒有什麼印象 反而是李廠搭了口來說 哎呀 有個老乞衣 每天早上都會蹲在離酒店沒有多遠的地方吃 我之前就覺得很奇怪了 他怎麼每天都會付錢給那個乞衣 而且還親手遞給那個乞衣 影子瞪了李廠一眼就說 這麼重要的東西你怎麼一直不回報 李廠搖搖後尾枕就說 我怎麼知道會是這樣 我就說 不要怪他了 我們又是沒有發現到 你們是肯定發現不到的 每天我一走沒多久 他就會走的了 除了一大早約定的接頭時間之外 沒有特殊情況 一般他都不會出現的 我這樣才謊言大悟 我和影子之所以對這個老乞衣 一點印象都沒有 原來是因為這樣 看來他們的行事 遠遠比我想像中要緊密很多 我又繼續問 如果你有很重要的東西要聯繫穿上進 那怎麼辦 啊 這樣很簡單 我只需要在酒店的大門口點一支煙 然後來來回回地走三次 就會有人去通知他 若定好是在我發出求救訊號一個小時之後 在酒店大堂的廁所那裡見面的 我現在真是好好佩服我的對手 整個訊息的傳導過程 竟然被他設計得滴水不流 大家試想一下 我們住在酒店裡面 房間都是有廁所的 一般來說誰會去大堂的廁所 這樣那裡反而是一個接頭的好地方 就算真的被我們發現了 就說人有三急 剛好要在這裡方便一下 那你都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我就笑著說 那你跟方家的人很熟嗎 我跟方家的方小方比較熟 來之前他跟我說了很多關於你們的事 包括你們的性格 喜好和家庭情況之類 那那一晚你失蹤了一晚 是去了哪裡 那你們都知道嗎 你說呢 那一晚在村上約了我出去 他說要我盡快獲得你們的信任 不必要的時候 他會安排我帶著你們去獲得一些有用的情報 讓你們可以更加相信我 從而可以找機會將你們全部抓住 我點了下頭 望了影子一眼就說 你們原本是準備給一些甜頭我們 好令到我們更加信任你 但不知道是因為你還是村上貪工 認為可以把我們全部設計進去 一網打盡 於是乎 你們就乾脆將甜頭變成了陷阱 是不是 是啊 所以那裡 有很多本來是不應該讓你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收起來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們一個都走不掉了 只不過又想不到 你竟然提前行動 搞到我們措手不及 後來我很辛苦地叫外線 把我們的行動時間送出去 誰知道你竟然又叫我們撤退 而令到我更加痛苦的是 你和影子當晚又瞞著我們去到一次 搞到那裡一窩泡 李兄這個時候就笑著說 哼 還有我 小曼就說 因為有時候拍蟲在那裡 所以日本人和方家一直對那裡都很放心 誰不知他都死了在你們手上 李兄就說 他是被我用拳頭打死的 是你做鐵頭打死的? 嗯 不過他的確是我預見的最強的對手 如果不是因為比他年輕一點 那錄死垂手還很難說 可惜了 他曾經是鼎衛谷的第一獄搏高手 居然最後是被拳頭打死的 一邊的影子聽他這樣說 也都沉默了 我又繼續問小曼 你還有什麼想跟我們說? 嗯…沒有了 我知道的事都說完了 那你願不願意聽我的安排? 願意啊 只要我可以留一條命 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的 那你就繼續跟他們保持聯繫吧 只不過要傳遞些什麼訊息 你就要聽我的 而他們有什麼指令的話 你都要第一時間跟我說 他就再次像雞章米的噴頭 我跟老曼說 老曼 還要委屈你躲多幾天 才不要拋頭露面 老曼就這樣說 好的 我明白了 你康復了嗎? 一早就康復了 好想活動一下 我看了一眼顧雄就說 你活動什麼鬼呀 這幾天你就好好地陪下人家顧雄 人家一直在這裡時候你 你就不要無心無肺那樣 然後我又跟李兄說 一會兒你自己去我們住的酒店那裡 最好在我們那層樓開一間房間 你跟李廠一定要保證小曼的安全 李兄點了下頭就說 收到 保證完成任務 小曼望望我 眼中充滿了感激 我拍拍他的肩膀就說 只要你跟我們一條心 那大家都是兄弟 人一世一世 有些事情總是要去做的 但有些事情就永遠都不應該去做 這些事情你以後會明白的了 他就這樣說 我知道他其實並沒有完全理解我的話 因為在他的心裡 是非對錯還是很模糊 畢竟他存在在這個世界的時間 並不是很長 僅有的思維和認知 都是其他人強加給他 而情感 善惡 美丑和對錯 就只能夠在他未來的日子當中 再慢慢地教化 然後我站起來說 我們應該回去 不然的話 你那個聯絡人 怕車會急到動腳 沒事的 我留了安全訊息給他們 他們應該不會太擔心 那走吧 我走到門口的時候 轉身就問老曼 對了 我們抓回來的那個日本人沒事吧 放心吧 包食包住 死不去的 影子就說 不審一下他呀 還不是時候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一百八十集 第一百八十集 當我們回到我們住的酒店的時候 已經是十點多鐘了 門口那間雜貨店 果然還沒收檔 我們回了房間之後 坐下來在沙發上面 我就叫李廠沖些茶給大家 而小曼就連忙站起來說 不用不用 再等我來吧 在小曼去了沖茶之後 影子就問了 朱哥 那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唉 無論是方小方還是村上進 他們都只不過是易打綠而已 雖然方老爺現在已經站在明面 但是我們真正的對手 始終都還沒浮出水面 你是說日本人 嗯 那些日本人究竟是什麼組織 他們的首腦又是誰 這所有事情 我們還是一無所知 我們想知道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捉住方老爺 那當然啦 那這個可能性就不大 畢竟我們都沒有什麼直接證據 師出無名 就算是陸少親自來 他都不可以不顧及方家的家世背景 就亂來的 這個時候 小曼就拿些茶上來了 我叫他坐下就問 對於你們的組織 你了解多少事情 嗯 都沒有什麼的 除了村上進 和在門口負責全上式那個人之外 我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其他人的 我聽他這樣說就叹了一口氣了 但是他又說到說 對了 我還見過一個人的 村上還好像有點怕他那樣的 在他面前很恭敬的 聽到這番話 我對眼睛即時叮一聲 連望就問 是誰啊 嗯 好像是叫什麼三口 影子即時搭不口 三口成一 嗯嗯 是啊 就是叫三口成一 我聽見村上是叫他做組長的 你聽得明白日語啊 是啊 我的日語水平和漢語差不多 組長 組長啊 影子啊 你說這個三口成一 你說這個三口成一 會不會是他們的組織 負責中國區的組長啊 你這樣說都很有可能啊 只不過 我不知道他們是甚麼組織呢 我又問小曼呢 那個三口成一又是怎麼稱呼村上的 他很努力地想了一會兒才說 呃 有陣子就叫村上軍 有陣子就叫他做少佐的 這一下 除了小曼之外 我和影子和李廠 當堂震驚都呆了 小佐 這個應該是日本仔的軍階來的 我們慢慢都猜不到 他們居然是日本軍方的背景 我們這種猜想 只不過是因為小曼的一面之詞 我們還需要一些更加有力的證據 我就跟小曼說 你要休息先了 我要想一下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到時候可能還需要你幫忙的 朱哥 你太客氣了 只要小曼可以做得到的話 一定會盡力的 我就微笑著這樣點了點頭 他又繼續說 其實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來的 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這一種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感受 你休息了 別想太多了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 於是小曼和李廠就回了房 我和影子說 這件事真是比我們想像中要複雜很多 日本軍方侵了他進來 那他們的野心 不用想都知道了 我們要不要通知陸少 不用急著 我想先揮一揮這個村上進 希望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你有計劃了? 明天就叫小曼聯絡那個村上進見面 到時我們就爭取把他抓住 當然了 聯絡的地點一定要變一下 酒店的大堂太過引人轉目了 我們不方便下手 不過這樣會為小曼增加一些難度 但是我想他應該做得到 那你想把地點在哪裡 我還沒想好 不是的話 我剛才就跟小曼說了 我倒是有個主意 蛤?你說吧 我們明天還出去逛街 把李廠也帶過去 他才說到這裡 我就已經知道他在打什麼主意了 他是想把村上引到房裡 那聽起來 這一個 的確都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我按摩頭就說 可以試一下 第二天早上 我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他們 小曼就有點為難地說 臨時改變接頭地點 不是那麼容易 不要緊 我們有辦法 然後我就跟他說 說明天碰頭的時候 大堂的廁所會檢修 不讓人進去 憑著我們的特殊身份 要做到這一點 一點也不難 老曼就說 那我試一下 不過村上很警覺的 千萬不要讓他察覺到什麼 蛛絲馬跡 你放心 我會安排妥當的 那要什麼時候行動 嗯 下午三點 到了下午一點半鐘 我和影子和李廠出了酒店大門口 截了一輛的士便離開了 在一輛車開出了一兩公里左右 我們便叫司機停車 然後我們三個又走路走回去酒店附近 然後大約到了兩點鐘左右 我們便看到小曼一個人來到酒店門口 點了一支煙 然後在那裡走來走去 大概走了三個來回 接著後 他便劈了個煙頭 用雙腳輕輕地捏滅了 另轉身便回到大堂了 影子從身上的袋子那裡 扔出一些化妝用的東西 不過我們三個很簡單地打理了一下 雖然說不上是改頭換臉 但是也很難看得出我們原來的樣子 他叫我們除了外套 就這樣穿著襯衣回到酒店大堂 我們首先去看看大堂的廁所 那裡果然掛起了一塊 寫著維修中暫停使用的牌 而且居然還有人在裡面 裝模作樣地修理著 接著下來 我們三個人分開坐在酒店的三個角落 靜靜地留意著所有來往的人 而小曼就蹦在大堂的梳化邊 那些手指就不停地敲打著 將梳化的靠背 我可以感覺到 他現在內心充滿了恐懼 看來在他心裡 是非常之那麼驚這個穿上進 在快到三點的時候 只見一個穿著一套白色西裝的男人 走進來 他長得不是很高 剪了個小瓶頭 在他進來的時候 有個男人剛好跟他擦肩而過 肩膀跟他撞在一起 他即時抬起頭 好像想發狼禮 但是 即時就忍住了 繼續向入邊走 雖然一路走 八口還一路在那裡 嘰嘰嘰地罵著 我看到小曼的眼神 我知道 來的這個人 就是村上進了 村上並沒有看小曼 而是直不甩地向著廁所那邊走過去 當他看到廁所正在維修的時候 即時就疾絕了 而這個時候 小曼走到他身邊 好像是小聲不知說了他什麼 然後 小曼就向著電梯那邊走過去 村上進遲疑了一下 他目光向著大堂掃了一圈 好像是確定沒有什麼危險了 他這樣才跟著小曼進了電梯 我看到電梯的數字開始上升 就跟影子李廠他們打了個手勢 他們兩個也跟著走去電梯那邊 我跟在他們身後 也看一看大堂裡面 沒有發現有什麼動靜 在確定小曼他們應該是已經進了房之後 我們才走進電梯 我們來到了老曼房門口 我把房卡很迅速地把門打開 我們三個人即時衝進去 看到村上進正坐在梳化上 而小曼就頭呆呆地站在旁邊 小曼見到我們衝進來之後 就十一聲 退後了幾步 村上進當堂整個人扎了起來 口中吵了一句 然後他就很快速地來到窗邊 向下望了一眼 我微笑著地看著他 跟小曼說 小曼 叫他去坐下 我有話跟他說 小曼把我的話翻譯了一次 村上就臉色僵固著我 然後 又把目光 投向了小曼 口入杯 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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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衝上去 想把他按在梳化上 誰知 他居然還手 只見他整個人跳起來 一拳打向影子的頭 影子側身一閃 避開了這一擊 但是被他一腳踢中了小福 即時後退兩步 只听见村上俊用那些很不流利的汉语说 这次我不是英雄好汉 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不过和你们这帮强盗比起身 我们简直就是圣人 坐下吧 村上君 我们或者还可以有得谈的 他根本都没有理我说的话 就说了 你们想怎样就怎样 我没什么和你们谈的 小曼在一边不知道和他说了什么 他即时就把几火 不停在那儿骂小曼 我就圈了 行了 村上君 不用那么大火气的 你身为日本帝国的军人 干什么还这么没定力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村上少佐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应该是日本陆军部的是不是 他听见我这么说 索性坐下 闭上了对眼 完全都不理我 李厂见他这个死人样 激到把几火就说了 主角问你什么 还不快点说 我就示意他不要那么心急 总会有办法可以令他开口的 我坐在村上旁边就说 村上 你们不是一直都很想捉住我吗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啊 哼 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神父其神的专业 哼 是我 不过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很失望啊 说来 你们搞这么多东西 忠着我 应该是想谈谈什么交易呢 我拍拍手掌就说 看来你真的很了解我啊 不过现在 似乎是你自己 主动想和我们谈谈条件了嘛